男子走進小吃店內四處張望 接著一路晃到監視器前的櫃子 他拉開抽屜 直接把裡面的錢包塞進口袋 再用衣服遮好遮滿 這一偷 老闆娘損失上萬元 這樣就不太離了 一空有塊 拿一個嗚嗚按這個 我倒噴這麼幾乎 幾乎幾乎 就是這個櫃子 上面堆了一些店家的雜物 男子拉開左邊的抽屜 直接把錢包偷走 殊不知櫃子上方就有一支監視器 把他偷竊的一舉一動 全都錄下 監視器在他的頭上而已 照偷不誤 我還有兩台監視器照偷 還停留看看還有什麼賣什麼東西 然後才走了 事發就在台南東區 東外錄一間傳統小吃店 專門賣肉粽跟油飯等古早味 19號下午兩點多 剛好是業者的休息時間 老闆娘和其他員工都在後方廚房 沒注意到小偷進門 直到業者要出門時 準備拿錢包才發現不見了 立刻報案 警方一查 發現這名男子是冠妾 疑似住在關廟區 已經鎖定特定對象 店家提供竊選影像 以掌握竊選身份 目前正積極追查中 業者說錢包裡面有現金五千 五倍券兩千 還有一些零錢 加上錢包本身是名牌 算一算損失一萬 只是這半年來 錢包放在店內就被偷了兩次 業者加裝監視器了 小偷還敢上門 只希望警方能趕緊把萬元錢包追回來 TVBS新聞顧手昌紀元 泰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哦